呃 大家好 我在想是不是 另外兩場的人應該也還蠻多的 還是其實大部分都在外面吃東西了 因為就像 我剛剛也被突然呼喚回來 因為我在那裡夾食物 然後夾太多 結果來不及回來 那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PHP跟Facebook API的一些應用 那 呃 我的簡報放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先去下載下來 對 呃 GOOGL 然後 AODOFY 那個大小姐有差 然後 其實我要講 我這簡報是剛剛才做完的 超恐怖 就是我原本是昨天想要把這簡報做完 可是 我昨天突然被我朋友抓去過生日 結果抓去過生日 然後他們 我們玩到他也玩 結果搞不好今天早上 一邊當工作人員 然後一邊趕簡報 可是我早上看完RS他的簡報以後 就是RS他的演講其實還蠻順利 他比我還厲害 他昨天是一頁都沒有做 然後今天做出十頁 結果十頁就直接講了四十分鐘 OK 然後 其實我還蠻後悔我沒有選Show Talk 因為那時候我看Show Talk是十分鐘 可是 我之前講了五分鐘的 結果時間來不及 我講五分鐘的Lighting Talk 結果來不及 我就想說好 那這次我挑戰強一點 我挑戰Talk 結果我剛做簡報的時候 我還蠻後悔我挑Talk的 因為我做的東西感覺只能講十分鐘 對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林希澤 然後我現在是台科大支管系的學生 那我接下來有想要創一個 城市設計研究社 這個社團它其實還沒有正式成立 是我們想要 還在創立中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同學 對這個城市設計有興趣 然後下面是我的信箱 還有我的個人網站 然後 我講話的速度可能會比較慢 比較快 所以我會盡量放慢 然後這是我做過的一些作品 其中比較特別就是 Facebook抽獎城市 它跟今天的主題比較有關 Facebook抽獎城市是因為 我們學生會上學期的時候 有舉辦一個抽獎的活動 就是我們的同學可以在一篇動態底下留言 然後留 就是那時候是早餐週的活動 那大家就留說我喜歡all parts早餐週 這樣子我們就從 可能裡面留了100個人 那我們從裡面抽20個人 然後送他一份摩斯的早餐 那這個城市其實就是我們用Facebook的API 去做出來的 那它原理還蠻簡單 那我接下來就 簡單講一下Facebook API 大概分這四種類型 我今天要講的是第一個 這個GRA什麼的 我英文很爛 所以我發音一定會發錯 我今天主要要講的是這個Graph API 希望我沒講錯 然後再來它其實還有一個public feed的API 這個public feed 這個第二個API 它的功能就是像 大家有聽過RSS吧 它就是說你可以用一個專門的格式 然後就是去訂閱某些網站的資料 像是可能新聞的網站 或匹克幫 他們都會有RSS的服務 或一些部落格 那你透過這個RSS服務 你就可以去訂閱一些資料 那這個public feed的API 就是它提供 也是RSS的格式 然後讓你用RSS的方式去訂閱 某個粉絲頁的主題 或者某個社團的最新動態 然後第三個 Facebook Query Lineage 這個東西它簡稱叫FQL 然後它的功用其實是 在於它跟Graph API很類似 Graph API是可以去查詢一些資料 或者去做update 就是可能去發表一個新的動態 或者查詢動態這樣 或者是去控制社團的成員 這是Graph API可以做的 那Facebook Query Lineage 它是單純在做查詢 它比如你現在可以去查詢 你的好友裡面有幾%的人是男生 幾%是女生 像我前幾天做了一個小玩具 那Graph API跟Facebook Query Lineage 它都是可以去做到查詢的這個動作 它們之間比較大的差別是在於 Graph API它有時候只會定義一些 比較常見的功能 比如查詢好友 或者是查詢你的好友哪些人 然後或者說是查詢你加入過哪些社團 那可是如果你現在是要做一個 比較有關聯性的動作 比如你要查詢好友 可是你要從查詢好友裡面再去找到 這好友裡面的每一個人的性別是什麼 甚至直接計算出數量 這時候你就會比較常用到Facebook的 這個 Query Lineage 就是FQL這個東西 因為它其實就是像資料庫的語法 直接讓你用操作資料庫的方式去做一些運算 然後再來這個 第四個這個 API 它是用來做聊天室的 就是你可以寫一個程式去跟Facebook的那個聊天機制去溝通 然後我今天主要是講第一個東西 然後 會來這邊的 我可以先問一下這邊有多少人有寫過程式嗎 因為我今天講的主題會蠻簡單的 大家可以舉個手 沒有寫過程式的 或者就是剛學的 就是比較新手 OK 我看到好多個 明明就是駭客的舉手 對我又看到了 對我看到 好多個明明就很強 OK 我今天講的主題會比較簡單 它就是比較應用面的 那官方的 因為 比較深的東西 官方的文件其實蠻詳細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官方文件要怎麼去閱讀會比較方便 那像 Facebook API 第一個好玩的用法 就是活動行銷 說好聽叫活動行銷 就是像 我們學生會之前辦活動 然後要做抽獎這樣嗎 或者說是 很多企業會去辦一個活動說 你只要按讚加轉貼 然後你就可以抽獎 那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他要按讚加轉貼 那一個活動都是幾千人參加的 他幾千個人按讚 幾千人轉貼 他要怎麼去判斷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按了讚 還有真的轉貼了 然後有些人就會想說 喔他可能就是亂猜的 取前五個吧 或者就是可能 隨便亂猜幾個人 他沒有真的做到亂數 我一開始也這樣想的 然後可是後來我去 玩過這個Facebook API 以後我發現其實 他就是用這個東西去做的 他去寫一個程式 直接取得所有的 按讚的人的名字 然後取得所有的 轉貼的人的名字 然後再去做亂數的籌錢 他其實是這樣做的 那活動行銷 用最有名的例子 應該就是神魔之塔 這個圖應該大家都看得很眼熟 有一陣子 大概一兩個禮拜前吧 神魔之塔這個圖 每天都會出現在臉書上 而且動不動就是 十幾個一直出現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跟Facebook API去結合 他就是讓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發一個動態 然後你才可以獲得 某個任務什麼的 我沒有玩 所以我只是猜測 大概是這種感覺 就是他會 神魔很愛用Facebook 來做他的行銷 那一個很好玩的事情是 我前幾天在 昨天 前天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想要找這張圖 因為我只有印象 然後開始找 早一早我發現 我拉了一個禮拜的東西 竟然都沒有 找不到這張圖 因為我把它黑名單了 然後後來 後來我知道 直接開我同學的FB 因為我知道有幾個同學 有在玩 我就直接開他的FB 去截圖 OK 然後 Facebook API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拿來 好 這樣十分鐘了 Facebook API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拿來 整合網站的一些功能 像是說 我第一個答什麼 像是粉絲頁的同步發文 就是說 有時候企業會有些 形象網站 他有他的官方網站 那官方網站 一定會發一些最新文章 那這時候 公司的那些什麼小編 他們就要把你發的最新文章 然後再去轉PO到粉絲頁上面 可是現在其實你可以做一個程式 在網站發表新的動態 在網站寫了新的最新消息的時候 就同步發表到粉絲頁上面 然後或者說是做一些快速登錄 像是無名小站 現在就可以做 用Facebook做快速登錄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用 用一個Yahoo的帳號 你也不需要用其他的帳號 你可以直接用Facebook帳號去登錄它 或者像現在很多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做這樣快速登錄的服務 就是你直接用Facebook 他就是用這個API去取得資訊 還有像是一些很好玩的分析 這個東西其實跟Big Data有點類似 因為Facebook上面的資訊 資料很多 那我們透過Facebook API 把這些資料抓下來以後 再用程式去運算它 我們其實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玩的結果 像是Facebook本身就有做過一個叫最常分手的月份 還有情人節論文打卡 最常分手的月份就是像 這個 這不是最常分手的月份 最常分手的月份是說 它去分析說 可能一月比較多人會分手 或者二月比較多人會分手 因為Facebook上可以去設定 以交往中 或者是分手 或一言難進什麼的狀態 那他就去跑資料 跑說大家都在幾月去改這個狀態 然後還有像是一個很好玩是 交往前後的互動量分析圖 這個最高點的地方 是交往 正式交往 最高點是正式交往 然後 它的意思是說 正式交往前 男女雙方他們的互動量是越來越高的 就是他可能會聊臉 他們會在臉書上聊天 然後在對方的Facebook貼文 然後不然就一直打卡放閃照 在交往前最多 但是很神奇的是交往後 in a relationship 交往後直線下降 交往後不是分手 是交往後 然後Facebook他推斷說 這是因為交往後他們就 不再依靠臉書去聯繫感情了 就他們就直接月出去玩了 那種感覺 而且反而會變比較低調 就是Facebook去分析 他所有的用戶以後 得到的一個很好玩的結果 然後還有一個是好友性別比例 這是我前幾天在做簡報的時候 不小心做出來的 就是那時候我在做簡報 然後我想說 嗯 那我要做簡報 大家一定都不想要聽一些廢話 那我一定是要做一個好玩的範例 帶大家實際做出一個東西 我就想說好 那我想一下我要做什麼 想一想我就想到 啊 那我來分析好友性別啊 大家現在不都很愛說什麼 你加了好多女生 你加了好多男生 那我們就真的分析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加了好多男生 或你的女生好是不是真的很多 結果我分析出來 果然我的女生才33%嘛 一堆 一堆我們班的50幾% 60幾% 所以其實 我的女性好友算比較少的 然後下面這個網址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http 然後 jender.code.tw 這個地方可以玩一下 進來以後你就直接按登錄 然後他就會直接告訴你 你的好友的男女比是多少 那我現在看過 欸 前幾天 欸 我的簡報咧 第一次把它拉出來過 我覺得你欸 我這個東西其實是無意中做出來的 然後 我剛做出來 他當天就一千多個人使用過 兩個小時內 而且還被Jsurf也用過 然後Jsurf就 8 好像90%吧 男生90% 然後女生也看不到 因為男生太多了 我找一下那個動態好了 我記得 我那時候笑到快去笑 因為今天在趕簡報 所以沒有時間回人家 我覺得等一下回去會被追殺 這個 就這個 這個我們笑死 男生89% 我突然覺得我好像做了什麼壞事 然後 然後那天回去我還有同學跟我講說 他因為用了這個東西 他決定來散一下好友了 然後把男生散一散 讓那個比例看起來比較正常 我們 不要去計較這種東西 其實這種Facebook是 我們要是 重植不重量嘛 我們是看都是很可愛 或者很聊得來女生才加 對我們要這樣想 那他也可以拿來做壞事 做壞事你就想 水能在舟一能覆舟嘛 那應該大家都很多人看過一些 Facebook拿來 就是他給你一個網址 然後跟你講說 可以用Facebook玩遊戲 結果你完了以後 你的動態就被亂發一堆 或者是一堆人 不是都被亂貼動態嗎 然後亂加社團 那其實像我做的這個東西 他就可以拿來做這件事 我這個東西我會跟你 要你的基本資料 你的好友清單 然後好友的基本資料 那其實我是沒有做這件事啦 只是我如果想要的話 我可以在後面加一行程式嘛 就是我把你的這些資料 我記錄到我的電腦裡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人他加過這些好友 或者這個人他的好友比例是多少 或者是說這些人的個人資料是什麼 就是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且他其實在Facebook來講是合法的 那我們之後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會是合法的 還有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 這個程式到底該不該使用它 然後還有像 還有像是那種 到處貼人家亂加人家社團的 他其實也是在用 類似用API做出來的 因為有API可以去把 做社團的加入跟剔除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好玩的 像我們這幾天 這個月吧 可能會做一個自動審核社團 申請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學生會 有在管一個粉絲頁 有在管一個社團 哇26分鐘 有在管一個社團 然後這個社團 因為每天都有十幾二十個人在加入 然後我們就要一直去審核說 到底加入的人是不是垃圾帳號 然後他到底是不是我們學校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一個做法是 因為我們現階段是 他把大頭貼換成我們學校的小灰 然後我們再去判斷說 他的大頭貼是不是小灰 這樣比較好處理 那我後來就想 那其實很簡單 我就寫一個程式 自動去撈他的大頭貼是什麼 然後自動把它做審核就可以了 他只要換了大頭貼 他就可以自動加進來 或者是他把他的學校 就是直接設成我們學校的名字 那我也會自動做判斷 然後還有像是粉絲頁智慧的回文 這個粉絲頁智慧的回文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機器人 這邊如果有玩鋪浪就會知道 鋪浪之前會很流行 所謂的鋪浪機器人 然後就是他會一直跟你聊天 你發個動態下面第一個留言就是他 然後跟你聊天 或者你問他天氣怎樣 他就會回你天氣 像這樣的東西 以前在鋪浪很流行 那其實Facebook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只是從官方是說這是非法的 我們不允許這種事情 不過你不要做很大 他也不會抓到你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蠻好玩 就是你可以像 可能一個是粉絲頁智慧的回文 這是比較企業應用面的 那其實你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就是 你可能偵測到動態的文字 有請問今天天氣怎樣的 這樣的關鍵字 那你就把氣象局的天氣抓給他 這樣你其實大家就是一個好玩的東西 然後我接下來講一下Facebook 他在全線管理這邊的一些做法 就是大家應該都看過這張圖 類似這樣的圖 就是當你去玩一些Facebook的遊戲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某某某應用程式 將收到下列的資訊 然後他會列出一些資訊 像我這邊可能是 這個程式可以用到我的照片文章 然後可以幫我發動態這樣 那我這邊就會 通常大家都直覺按確定 很少人會去看 到底他上面寫了什麼 那其實這個機制就是叫ALL-OFF 它是因為 ALL-OFF這個機制 它主要是為了避免開發者 可以直接接觸到大家的帳號密碼 你就想 如果我現在是一個API的開發者 或者說 我是API開發者 那我是應用程式的開發者 那我的程式要可以去存取Facebook的資料 如果我是一般的做法 或者比較傳統的做法 我就會請使用者 告訴我他的帳號密碼 然後我再用他的帳號密碼 去跟Facebook說我要登錄取資料 可這個做法方便是方便 它有一個缺點是說 我如果在我的程式裡面加一段程式碼 是把你的帳密記下來呢 這時候變成是 我以後都可以登錄你的帳密了 所以這個做法其實很危險 那後來大家就有人提出ALL-OFF這個做法 他就是說 我的Client的程式 我真的覺得我會來不及 我Client的程式 在登錄的時候 它會跳像剛剛那樣的一個登錄視窗 然後跟你講說這個程式會用到哪些資料 然後這個頁面是Facebook本身的 它不是屬於應用程式開發者的 那這個頁面跳出來以後 如果使用者按同意 那Facebook就會給應用程式的開發者一個Token 一個金鑰 這個金鑰是有時間限制的 比如它可能三天內會失效 那之後應用程式的開發者 在存取資料的時候 就使用這個Token去存資料 而不是用他的帳密存資料 就他要去抓Facebook的一些資訊 資料的時候 他就給Facebook這個Token 然後Facebook就會知道 這個Token是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可以使用的 他的權限有哪一些 那透過這個做法 其實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護使用者的帳密 他不會讓他帳密直接破落在應用程式底下 而且他也會有一個失效時間的限制 就變成你不需要用完一個APP 你就要再趕快換一組密碼 這樣你會換到奇效 尤其現在所有的APP幾乎都是互相連來連去 可能連Facebook可能連Google 那這個做法裡面 他的權限有做一些分類 像是他權限做分類就是為了避免 程式可以無限制的去取得你的資料 比如你現在給了他帳號密 那是代表說 他可以取得你的粉絲的資料 可以取得你的社團 你的個資 所有你的資料都可以取得嗎 那這樣其實是蠻恐怖 就你可能這個程式只需要發佈動態 你只是想用它來寫一些小玩具而已 可是他就可以取得你所有的資料 所以在Facebook裡面 他就有做全線分類的功能 就是像是可能有 publish checking email user about me user starts 這些 這種的權限去做分類 那這些權限分類 就是說 我的應用程式在使用API的時候 我要去申請token 這個時候我申請token 我要先跟Facebook講說 我會用到user about me 這個權限 會用到email這個權限 那代表如果我只用到這兩個權限 代表說 我的這個token 就只能存取關於我的資料 還有我的email 他不能存取我的照片 不能存取我家住哪 不能存取我的打卡記錄 然後這個網址是一個關於token的一些介紹 那因為我接下來會講一下 Facebook API裡面存在的 比較常用的四種token 那可是因為他比較細節的東西 你可以去他的這篇文章裡面去看一下 然後首先是user access token 這個token是最常用到的 他就是為了讓你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all of使用到的那個金鑰 他是為了讓你可以去存取使用者的資料而存在 那這個東西就是使用者按同意以後 應用程式就會收到這個金鑰 還有long term token 就是有時候 我們可能是要長期去操作某個帳戶 比如我們剛剛說的機器人 我們現在如果是要寫機器人 那他就是他不可能 你有看過機器人是你還要每天登錄說 我同意使用機器人才可以使用嗎 這是蠻蠢的一件事 所以他其實要用到就是long term token這個東西 他就是說你的token是直接生產出來以後放在那邊 他可以用半年或用一年 那這個東西你要先用user access token 你先取得某人的user access token以後 再使用API去轉成long term token 然後long term token 我之前用的時候是六個月過期一次 那六個月他要過期的時候 你可以再去跟伺服器重新申請一次 他不需要使用者按同意 他是用API去重新申請同意的 那所以你完全不用使用者去做操作 然後還有APP token 這個東西是你在建立這個APP的時候 他比較像是API的使用的權限 就是你在建立APP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APP的ID 還有一個APP secret 這個APP secret就是APP token 他只是為了讓你的APP 可以去存取Facebook API而已 還有page access token 這個token是為了讓你的APP 可以存取粉絲專頁 就是比如我現在要寫一個程式 他是可以幫我在粉絲專頁自動PO文的 那他用的東西就不是user access token 他用的是page access token 然後這個page access token的取得方法是 你先取得user access token 然後再去對一個位置去下指定以後 他就會告訴你 你擁有哪些page 你擁有哪些粉絲頁 然後這些粉絲頁的token是什麼 那像以上的這四種token 的詳細的使用方法 都可以在這個頁面裡面找到 然後好 20分鐘 我講一下最重要的流程 我在開發一個Facebook的APP的時候 我大概流程是怎麼樣 首先就是我要先取得APP的token 那這個步驟就是我要去Facebook的 開發者頁面 然後我去申請我要建立一個APP 他就會告訴你APP的ID多少 APP的secrets多少 然後再來我要去取得user access token 這個地方你可以簡稱為 讓使用者做登入的動作 然後還有向Facebook要求指定的資料 向Facebook要求指定資料 就是比如我現在是要取得他的email 那我就跟Facebook傳送一個命令說 請給我這個使用者的email 或者我需要取得這個使用者的相片 我就會指定給Facebook說 請問這個使用者有哪些照片 我要他的照片 那Facebook他會傳回資料 他傳回的資料是以JSON格式去包裝 JSON格式在很多程式語言 都可以直接去做處理 像PHP像Python 他都可以直接去把它解析開來 所以還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就是處理資料 就是你要怎麼應用這些資料 你實際的程式大概都是處理資料這個部分 就是比如我現在拿到使用者的照片 那我是要做一個照片牆嗎 還是我想要在我的部落格加上一些 Facebook照片連結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就是你要自己寫程式去做處理 那首先開發人員頁面是這個網址 這裡面我簡單帶一個 我們大家直接來實作 然後Facebook SDK for PHP 因為Facebook的API 它是使用HTTP的方式做操作 你在用瀏覽器上網的時候 那個東西就叫HTTP 所以你可以試著在瀏覽器裡面 直接打它的所謂的API的網址 你其實可以直接拿到資訊 因為瀏覽器它做的這件事情 就叫做GET 就是取得資料 那要用PHP直接去跟Facebook API做連結是可以的 就是透過PHP裡面的CUIL去做處理 可是CUIL其實沒有那麼方便的去撰寫 所以Facebook就有寫了一套SDK 就是它幫你整理了一些工具 然後把它包裝起來以後 你可以直接去操作這些物件 那這個SDK的下載點是在這裡 這都是官方的下載點 然後好 動手 那首先的話就是我們要先去 有人說89% 我們要先到這個開發人員頁面 然後去建立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這邊你就隨便打 這是測試的帳號這些的 就是它可能會問你說 你要什麼名稱這樣 這什麼鬼字啊 這個地方每次都搞我搞很久 它一定要用這種很難 人類都無法閱讀的字才可以 應該不會有人打我網路吧 OK 那建立好以後你看 這邊就可以看到一個應用程式編號 還有應用程式密號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secret 那這個地方先不是重點 因為當你建好這個應用程式以後 你要先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首先你先來設定這個地方 然後按新增平台 我們一開始開發人士一定在localhost做測試 我們也不會馬上就把它丟到線上做測試 那一開始做localhost測試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你要先去新增平台 就是你要設定說你的這個app的網址是多少 伺服器的位置是多少 那它只會給你這個伺服器做存取 這是為了它的一些安全操作 可是這時候大家一定都是打localhost 就是你這個地方如果直接打localhost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阻擋你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 在Windows或者是Mac裡面 它都有一個host檔 你可以去修改這個host檔 然後比如我自己就是把我的本機IP 對應到loclocal.host 這樣它在判斷的時候就會以為 你是一個網域而不是localhost 它會以為這是一個網域 對 那就是你把127.0.0.1 對應到這個URL就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電子郵件這個地方也要填一下 因為你如果不填電子郵件的話 它會讓你的 它會禁止你的APP正式的上架 然後這件設定好以後要來 來這個狀態跟review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for這邊按一下變成是 這個東西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for的時候它意思是說 你這個APP只有你可以用 就只有開發者可以用到這個APP 當別人要使用這個APP的時候 它會去 它會跟你說這個東西還在測試狀態 就還在beta中 所以你不能使用 那如果你想讓你的APP 正式可以給所有人使用的話 你就來這個地方按一下 然後按確認就可以 然後再來我們回到dashboard 實際寫程式的時間 那首先的話 Facebook的SDK有兩種安裝方法 一個是你直接上去把它下載下來 把那個立IP下載下來 然後直接去引用它 引用的話你就是引用 引用Facebook.php這個檔案 你把這個檔案include到你的專案裡面就可以了 另一個做法就是 你可以用composer去安裝 composer你就是下這個 在設定檔案裡面安裝這個就可以 Facebook.php.stk 這樣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安裝 那我這邊 我覺得我來不及 OK 幸好我有準備 今天一個下午都在做這個東西 就是 首先 因為我這個地方是用composer 所以我是直接include 這個autoload的檔案 它會自動幫我把Facebook這個物件 去載入進來 那如果說大家不知道composer是什麼 的話可以去它的網站上找一下 它是PHP可以幫你做套件管理的一個工具 另外你也可以去 如果說你還是不想要使用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Facebook的檔案 引入進來 就是這個 你直接把這個檔案引用進來 意義是一樣的 那引用進來以後 你就是先去設定config 你先設一個變數叫config 然後裡面用一個arrange代表 然後要設定你的APP的編號 跟secret是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應用程式的secret 然後這個就是應用程式的secret 所以我們去建立這個物件 然後初始化的時候 把這個config丟進去 這樣它就會自動去幫你在儲存資料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這個ID跟secret自動做驗證 然後去new一個物件出來嘛 再來的話 一般我們第一步一定是先把userID去取出來 因為userID就是說 你現在 它可以用來判斷你有沒有登錄 你如果現在是未登錄狀態 那它的userID就會等於0 就是這個facebookgetuser這裡 它會回傳0 那如果你現在登錄了某一個用戶的話 它會把這個用戶的uid傳給你 它會把用戶的uid傳回來 所以像 像是這樣 它一開始是說not looking 就是你還沒登錄 那這是因為我在這邊有做一個判斷就是 我判斷uid是不是0 如果它是0的時候 我就會顯示這個 我就會去做lookin的網址 我會把它逃出來 然後說not looking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來看 這個 會顯示這段文字代表他說 uid是0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去做登錄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要跳一個對話框出來 然後讓對方 讓使用者做登錄的動作 那這個對話框它其實是 它沒有很困難的做法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單純的網址 像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lookin的背後 它其實是像這樣一個網址 然後這個網址裡面會說 你需要哪一些權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你需要的權限嘛 然後再往前就可能 它會跟你說 你的應用程式的ID是多少 然後你要回到哪一個頁面 它其實就是像這樣一個很簡單的網址 然後你進去這個網址以後 進到這個網址以後 它就跟你講說 那它需要取得你的哪些資訊 那你只要按確定 它就代表允許它使用 那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程式 我這個地方就是Facebook這個物件嘛 然後我去getlookinUIL 然後裡面一樣是一個array 它在使用這個sdk的時候 你會很常用到array這個型別 然後就是我的權限要有哪些 我權限要有讀取動態 然後發佈動態 然後上傳照片 使用者的照片 還有他朋友的照片 這五個權限我要取得 那再來就是ridicalURL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它驗證完成的時候 它要回到哪一個頁面 回到哪個頁面 一般我們會設定 你應用程式本身的頁面 就比如你現在 像我的網址是local.host 斜線sidcon 斜線example1.php 那我就會希望它說 它按下同意以後 它會回到這個頁面 而不是去別的頁面 因為就是為了我們的 網站設計的一個流暢性 它可以直接回來 然後繼續做接下來的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設定 你網站本身的那個網址 或者你希望讓它去的頁面 那通常是設這兩個東西就可以 那再來你就會在lookinURL 這裡拿到一個網址 直接把網址丟給它 就可以做登錄的動作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 像這樣子按確定以後 它其實會自己 還有一個全線沒按 像它就會直接把你跳回來 跳回你本來的頁面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 那好你現在登錄的userid是多少 因為你看 就是我們現在登錄 uid這邊 get user 那它現在不等於0了 所以它會執行這一段 所以現在的userid 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ip 這個id就是 我自己的帳號的id 那透過這個id 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 可能來測試一下發文的東西 可以 沒有我們可以先測試一個 就是取得基本資料 像是 Facebook的這個sdk裡面 你會很常用到就是 Facebook 然後API這個東西 這東西就是去執行你的API 那像是 我們可以在文件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API用法 這個是Facebook的文件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用法 像是我現在是要取得 我的個人資料 所以它的文件就是說 你要對me這個位置 發送get的這個參數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很難理解 其實你可以簡單的想就是 我的語法要寫Facebook API 它所有東西都是用這個API去執行 那我的位置是密碼 那第二個參數就是你要用的方法 通常預設就是get 通常預設是get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要做get的操作 你就可以不用寫第二個參數 那如果你現在是要做post或delete post可能就是新增資料或修改資料 那delete就是刪除資料 比如刪除某個社團 或者刪除某個片動態 那就是用delete 那因為這邊是get 所以我就不多寫了 然後像我這樣去操作 所以代表說我這個東西執行完以後 user data裡面應該會拿到我的使用者 現在登入使用者的基本資料 所以我們來看看 像這樣 它正常來講是回傳一個json 可是這個sdk它幫你做了 做了處理 所以它會直接幫你轉成一個array 然後就可以直接用 用政論操作的方法去操作這些資料 像是user的名稱啊 它的姓氏 它住哪裡 這些資料都可以去取得 所以就像我之前說的 我可以拿來做壞事 我現在光把這些東西取得下來 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我怎麼覺得裡面應該有不能看啊 然後再來就是像我們可能 讓我們如果現在想要發文呢 我們剛剛只是單純去取得資料嘛 那像如果說我是想要做發文這個動作 那在facebook API裡面規定說 你要發文的時候 你要對me 斜線feed 這個位置去做發文 它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自己 做feed 它在facebook裡面就是動態的那種意思 所以我對我自己這個位置 發送post這個命令 然後第三個參數是說 你的命令裡面你要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feed的位置 它是規定說 你要有message這個參數 代表你的動態要叫什麼東西 你的動態內容是什麼 那你可以填一個叫link的 link就是說 動態有時候可以有網址在下面嘛 當然它就自動幫你把網址也附進去 那我們先來玩一下這個 單純去把這個東西發出去 這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目前還沒有東西喔 這是之前測試的 那我們現在來刨一下 我沒有測回傳值 所以它不會顯示任何東西 可是我們回來看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發文 而且它會說 這個 這一篇動態是來自test111 就是我們剛剛建的那個app 那像如果我們現在 想要再做更進一步的 我想要附一個網址上去 像這樣我如果想要附一個網址在這篇動態裡面 我就在後面加一個link的參數 然後打網址是多少 是有沒有必要這樣 像這樣 你們也太快了吧 像這樣 它就有附一個網址 不過你們速度是不是有點快啊 那像大家可能到目前為止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這東西沒有那麼難用 它其實很簡單就是 前面的東西設定幾乎都是固定的流程 然後後面就是說 取得資料其實就是用Facebook 然後API 然後去看說你要的資料在哪一個位置裡面 然後你需要傳送給它什麼參數 用什麼方法 你只要知道這些事情以後 你就可以取得Facebook的資料 所以其實這是一件蠻簡單的事情 那像是好我們再試一個不一樣的 我們都在玩動態嘛 我還有三分鐘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個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是做 可以拿來做相簿的 那我前面這邊都是一樣的東西 前面的一些都一樣 然後 那這個東西就是 首先我要做一個功能就是 我想知道 我這個使用者裡面有哪些相簿 所以 我對Facebook要求 我有哪些相簿 然後 預設是Gate Gate 我可以簡單解釋一下 HTP它在操作的時候 有大概四種東西 那Facebook會用到三種 所謂的四種就是指 Gate Post Post 還有Delete 那Facebook用到三種是指 Gate Post Gate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跟伺服器要求資料 我單純的是要求資料 Post 是指說我想要做更新 或者新建 就是做一個有創造性的事情 那Delete 就是我要刪除掉某個資料 這個是在 HTTP裡面的一些操作方式 那我們一般上網只會 比較常用到Gate跟Post 你在填表單 按送出的那一剎那 通常用的就是Post 你在看網頁的時候用的就是Gate 那所以我現在跟Facebook說 我要取得我有哪些相簿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全部印出來嘛 安靜 然後像這樣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有這些相簿 像是手機上傳的嘛 然後可能是Ti-Line 就是動態牆 對 突然想說中文字 動態牆啊 然後或者是從App來的 或者是封面圖那些 它就有各種的 然後這個是亂碼是因為編碼沒條 它的資料預設都是用UTF8的編碼 像這樣就會正常了 那所以我接下來如果想要取得 某一個相簿裡面的所有照片 那我就可以再去 先把ID複製下來 一般 我這邊是用人工操作 但一般寫程式就是 一定是 讓程式自動去讀到這個ID 讀到這個ID以後 再去讀它裡面有哪些照片 那你就先當這是一個錯誤示範 那你看像這一段 我先設定照相簿的ID是這個嘛 然後再去跟Facebook說 好我現在要取得這個ID 這個相簿底下的所有照片 Photos所有照片的意思 然後這個地方會自動帶那個ID進來 然後它回傳的是一個 一個二維三維 一個很大的陣列 那這個陣列裡面 它會分兩個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資料印出來看好了 像是我現在這樣子去取得的資料 我現在這樣把這些Photos dump出來以後 我會看到它的結構其實是 先有一個Data Data就是主要的資料 你的相簿、網址所有的資料 像是 什麼時候上傳的 然後高度多少、寬度多少 那它的網址是多少啊 照片原本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最下面 上面這些東西都是相簿裡面的照片的位置 那最下面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Page in 然後它會跟你講Next是什麼 或者是Previews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 Facebook API 它在存取資料的時候 它可能只會一次給你20b或40b 可是因為大家都知道Facebook裡面資料很多嘛 比如一個相簿可能就有1000張照片 它不會一次給你1000張照片的位置 因為那樣對它的伺服器來講 操作會Loading很大 就是它的伺服器可能說會跑很慢或怎麼樣的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做分頁 你的APP在 你如果想要存取所有的資料 那你可能就要發出五次或六次的操作 的存取的要求 然後它會直接告訴你說 你下次如果還要存取資料 你要用這個網址去存取 那你就可以存取到你想要的資料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可能你在 如果說你現在要操作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剛剛發現好像有點小 像這個地方 Pageon這個部分 你可以直接去對它 對這個網址做存取 一樣用get 那你就可以取得接下來的可能 21到40張 21到50張的照片的位置 那像我現在如果直接把這些照片印出來以後 你就會看到我可能Facebook上有上傳的一些照片 對像這樣 謝謝 然後 其實那像 小超被看到 然後 然後 那其實這樣 大家可能比較常問就是 那它就能做這些事情嗎 它 就是它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它還可以存取到什麼資料 那其實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首先我會推薦你來看的 第一份文件就是 Facebook Facebook本身寫的一份文件 這個地方它就直接告訴你很多可以操作的資料 像是 Check-in的紀錄 Check-in紀錄其實我們有想做一個很好的東西 有些人很愛打卡 可是他們其實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從它的打卡紀錄推斷它住哪裡 或者它的平常的行蹤什麼 就是這次可以做很多操作的 因為從Big Data來算 它如果打卡一千次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分析它怎麼上學 它從哪一條路線上學 所以我們在Check-in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說 我們要怎麼 我聽到有人幫我變態 就我們可以去分析很多事情 那像Check-in或者說是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紀錄 或者像是Comment 我可以直接去存取某一個留言 或者我可以存取 甚至有個好玩的是Inbox Inbox就是 我決定不要開了 不太想 Inbox就是說 可以看你的聊天紀錄 那其實像 像剛剛我那個APP 我剛剛前面不是有寫一個 男女性沒筆的APP嗎 我如果現在狠一點 我可以去存取你的聊天紀錄 你不會知道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還滿多好玩的事情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我才會說 Facebook API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看那個使用者把資料用在什麼地方 他用在對的地方就是好事 用在錯的地方就是壞事 我竟然沒有QA時間了 然後 像是Inbox的用法 我簡單講 他其實就是 me-inbox 這樣就可以取得相關的資料 最近me我都不好玩 那像這樣子 他就會跟你講說有誰me你 然後me你的訊息是什麼 時間是什麼 那你還有幾則是未讀的 以幾則已讀 就跟你講最近19個 都是我不回答 然後或者像是 你可能可以 上次你可以直接用Facebook API 去做一個發問的動作 或者張貼文章啊 或者是建立社團 然後這個地方 他刪掉一些資料了 因為之前有改版 就你甚至可以直接去操作社團 操作粉絲頁 那操作方法其實都很類似 比如你現在如果是對個人 對你自己的帳號 去取得文章 那你就是me-post 或me-feed 你如果是對某一個 粉絲頁取得 那我們之前有說 粉絲頁 在Facebook裡面每個東西都有一個ID 留言有留言的ID 粉絲頁有粉絲頁的ID 然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ID 那我們現在就是 對某個動 欸這個地方就是打 那如果我現在是要存取到某個粉絲頁的 那個他發的文章 那我就直接打Page ID 斜線Feed 這個地方就是換成 粉絲頁他自己的ID 然後這樣就可以去取得他的一些文章 那還有一個前提是 你要對這個粉絲頁有權限 或者是 這個粉絲頁的文章 欸對本來就是公開的 那像用這種東西 你其實就可以寫一些 自動去找資料的東西 比如你現在很夯 ABA NBA 那你想要知道 林書道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那你就直接去追蹤 林書道他的粉絲頁 追蹤他的Twitter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你直接去 關鍵字政策 什麼時候有台灣這個關鍵字出現 就趕快提醒你 這樣你一定會是第一個 知道他來台灣的人 然後他還有一些很 還不錯的東西 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研究一下 那我簡單講 像這樣的 他的文件的閱讀方式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關鍵字 可以去注意 像首先就是 我們要去做操作的話 最重要的一定就是權限嘛 我們要知道這個API 用到什麼權限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綠字這裡看到 他需要 ReadStream這個權限 這個意思他其實 通常會在這個位置出現 他就告訴你說 你要去 用Post的這個API的時候 你要有這個權限才可以使用 然後他也會分別列說 你要取得這些資訊 要有哪些權限 然後你需要哪些token 他的回傳的型別 就是比如我們剛剛去做Post的要求的時候 他會回傳一個array給你 那有時候他會回傳的是一個integer 一個數值給你 然後還有像是他可能說 你如果要刪除一篇貼文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你要對它發出delete 然後你要有某一個權限 或者說是 你想要去留言的時候 像文件這樣其實看很方便 那這個地方 PostID寫信commit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API的位置在哪裡 PostID就是文章的ID 然後commit這個地方就是 你直接打PostID寫信commit 那就可以直接在下面做留言 然後他要有這個 PropertyStream的這個權限才可以做到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是這個Graph API Explorer 因為像我們剛剛在操作的時候 都是用 像我們剛剛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寫成是實際去存取那些資料嘛 那可是我們現在可能只是想要驗證 他給的資料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 他給的資料是不是我要的 然後他給的資料到底是不是對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到 Facebook提供的這個小工具去做處理 這個工具他會放在工具的第一個 然後首先就是你要先去按這裡 取得存取代碼 這邊 你要先設定說 你現在要用的這個API需要哪些權限 然後設定完全限以後 按getassisttoken 他就去取得 你所需要使用到的那個userassisttoken 再來的話 這邊你可以去選擇 你現在是用get還是post還是delete 那比如我現在用get 然後我想要取得我的個人資料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去取得所有的資料 那如果我現在只想要我個人資料裡面的姓名 還有 我可能只想要取得姓名 還有ID 我不想取得這麼多其他的資料 像這邊看到就是json格式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加一個 ID 就是我只要這兩個欄位的意思 那他的其實語法就變成是feed這個東西 只要ID跟name 這樣他就直接傳這兩個給我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在做測試的時候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去看文件 看你需要用到哪些API 然後直接丟進來這裡 看你的資料對不對 如果是你要的你就直接把它送出 然後好後面這不重要 後面這個東西其實我只是想要簡單講一下 我們我比較常用到的一些功能 那可是其實大家剛剛都有看過 像是訊息嘛 就是你去getme的inbox 然後他就取得你有哪些訊息 然後你直接把message iGD打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則留言的詳細資料 像他可能什麼時候留的這些 還有像相簿 你可以去取得相簿 取得相簿裡面的細節 然後有一個要講的是 像這個 這個是可以取得我的所有文章 因為我用get去取得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如果直接做取得的話 他給我這樣一堆Lilyla的東西 沒有這不是 我在沒有做任何設定的時候 去取得 他是給我完整的資訊 就一堆 可能我不需要用到的資料 這樣子一堆 這樣子才代表一篇文章 可是有時候 我可能只需要 他的內容 還有他是誰寫的 那這個時候 我可以在最後一個地方加array 然後欄位 我只要id message 還有type 我只要這三個資料 這個時候回來看就會變剛剛那樣子 我就只有我需要的資料 id message type create a time 這個東西是跟著message 會一起出現 就是當你要求message 他就會一樣給你create a time 那用這種方法 你可以去盡量精簡你的資料的大小 25 24 好 那QA時間 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久 其實這個東西 大家就是可以做蠻多的一些應用 就主要是你有沒有想到那個東西 想到那個用法 像是 我可能剛好想到說 你可以拿來分析性別 那我剛好想到以後 我就可以把它實做出來 實做反而是最簡單的 你有沒有這個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今天先這樣 謝謝大家喔 如果有什麼問題再問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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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